我们知道的 在2020年已经发生的事情 台湾虽然这个整个车市是大好 可是呢 在全球的车市 也因为疫情的影响之下呢 我们就来看看2020年 汽车集团的销售排名 是不是重新洗牌了 VW呢 还是站在第一位吗 芝希 没错 这里我们帮大家分析了 车款啊 品牌 但主要都是针对台湾市场 那我们来放眼全球 其实我们就不以品牌 或是车型来看 就直接以汽车集团来做判断 那其实讲到汽车集团最大的 OK 福斯集团 就是过去的VAG 有什么奥迪啦 福斯 Skoda 高阶的Benzel Lamborghini 全部都在上面 931万台 它还是维持在第一名的位置 不过呢 去年2020年 相较于前年2019 掉了14.5% 这个幅度听起来好像很大 不过呢 你一次看一到十名 它大概也就是位在中间的位置而已 并不算掉的特别多 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每一个品牌 全部都下滑 全部都下滑 但Telta一样 维持在第二名的一个位置啦 虽然单以品牌来看 它绝对是全球第一 对 但是以汽车来说 它不敌这个福斯集团 那么多兄弟姐妹们的批斗 那890万量 没错 它其实只掉了12% 那这边呢 跟大家讲一个 比较特殊的分类方式 我们讲疫情很严重嘛 疫情影响很大 但是我个人觉得 其实疫情影响最大的就是 如果你的销售跟生产重心 是放在欧洲地区的话 其实是特别明显 因为第一个你的量不好 而且你会有严重的停工 缺车的问题 以全球的这个市场态势来说 是这样 那有哪些影响最大的 比如说雷诺日产三菱集团 比如说福特 比如说PSA 这三个集团 基本上都是算欧洲的重镇啦 你这个到欧洲一下飞机 满街都是这些车型 那为什么你说福斯也多啊 那他们家乡 为什么福斯调的不多 其实我们每次看这个全球的销售排行 大家都会忘记一件事情 有很高很高的比例都来自中国市场 而福斯集团呢 就单以福斯这个品牌就好 就是大众 在大陆呢 是2020年销售的No.1 它一个品牌就卖了250万辆的车 250万辆就占几成了 相当高的比例 那我们来看 以福特来说呢 其实就它的十分之一 大概就卖二十几万辆 那PSA根本不用讲 就几千台的数字 所以他们在最大的市场 中国大陆其实落差是相当大 也影响了他们在全球的成绩表现 其实落差很大 那这边呢 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现代汽车或者是 Pound 它的名次的下滑幅度不高 也因此它的排名就往上了 现代超越GM 本田超过了福特汽车 在前十名的部分有做一些落差 那宾市的话呢其实是少见可以以豪华品牌的身份 进到前十名门槛 而且量其实相当不错的 对啊 这边其实有另外一则消息 就是我们看到第八名的FCA 就是克莱斯勒拉 菲亚特 阿华罗米尔集团跟PSA 就是Pajola Citron这些品牌要进行合并了 这两个集团将会以后成为一个 Statis 就是中文叫做以繁星点亮的这个 他们的新的联盟 那加起来的数字呢 就是大概有六百八十几万辆 会不会一再一大于二呢 对就来到全球排名的第四名的位置 对有可能啊 那我们讲你为什么现在要集团合作 讲这个罪魁祸首 OK福斯集团 我全部都整并在一起 对不对 你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定义 成本更低 对你也不知道怎么定义双身车了 以前同平台同引擎就可以 现在模组化平台可长可短 小到Audi A1 大到Skoda的Codiac 都是双身车吗 对 这样也怪怪了 所以集团的整合资源来说 它绝对是获利最棒的方式 光以FCA来说 我们常讲这个Masorati这个超跑品牌 现在呢可能会沦于 只剩下声浪跟品牌驾驶的品牌 为什么 因为打开就是克莱斯勒的内装 那300c的底盘 就是一个 虚有其表 就是logo 对就是logo 人不怕没有钱 但怕你有钱的时候还没有品位 对 会选购这样子 感觉价值不是有到那个位置的车款 那以PSA跟FCA来说 未来你可能会看到他们 主要针对小车的部分 可能像Pajor的2008 或许啦 下一代可能跟Alfa Romeo小车 这可能是Julieta这种车型 做平台的共用 做引擎的分享 因为他们其实在不论北美或是欧洲 各自区域的深耕是非常扎实的 就市场的经营规模还是很大 所以如果我用同样的成本去谈底 但是针对不同的市场去做贩售 在这个联盟来说绝对会是未来非常好的发展态势 真的天下之大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 我们刚才看到了2020年啊 汽车集团的排名 大家会发现所有的集团呢 真的都呈现负成长的状态 可是呢在去年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 竟然BMW M系列车款 竟然呈现正成长 这令人蛮讶异的耶Ric 是没有错 我们刚刚讲说因为疫情 所以会把很多个 应该说各个车厂 各个全球化各个车厂其实整个销量 都有销量影响啊 对然后刚刚智希也提到了 蛮多一些销量其实确实是 都有缩减一些些的 就是不同的比例 但是呢以BMW来讲呢 它2020年的销量呢 是2028659辆 但它也是跟去年比较 它其实是衰退的哦 因为它衰退比跟之前比起来 是衰退7.2% 不过如果以Mpower这个品牌 M部门来讲呢 它M部门包含了Mpower跟M Performance 所以如果单纯以M部门的车系列来说呢 卖出了144218辆 反倒跟去年比起来还成长了5.9% 令人讶异哦 对它是不是大家说 哦原来以Mpower成立 这么久以来 Mpower从1972年开始成立了 它成长了5.9% 来到144218辆呢 其实是从1972年成立以来 的一个销售量的新高 以M部门来说 那其中 这个144218辆 它的一个最 销售量最好的一个车款呢 就是最鞠躬绝尾的两个车款 分别是X5M跟M340i 那以X5M来讲呢 毕竟它搭载的是 纯Mpower的这个动力嘛 它在马力有600匹 然后4.0升V8的涡轮增加系统 非常的非常的厉害 加上 其实这几年的休旅风潮 也非常的盛行 不管是在北美市场也好 或者是欧洲市场也好 大家还蛮喜欢这种 有大马力 甚至我开起来 我可以上山下海的这种 高性能的休旅车款 甚至可以说它是 跑旅的车款也好 所以这应该是市场上面 第一个是潮流啦 再来是 大家也其实也能够非常接受 这样子的车款 而且那再来像是M Performance 就是代表的是 所谓它的M Performance的一个 M340i的车型 那它当然也是跟所谓 当然它还是没办法 假设说是老司机的话 它一定会讲说 BMW M Power跟M Performance 当然M Power还是所谓的 Pure M 就是纯M的意思 那不过 就骨子里就是M 留着M的鞋 但是M Performance的话 但是它虽然说 并不是只有 所谓的外观跟底盘 换换圈 空气套件 它就是说它是想要M 但是其实它在动力方面 其实也非常的不错 因为它虽然是350 50级皮马力 可是它有370多匹的这个马力 其实它等于说 它这个性能表现上面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以M Power跟M Performance 他们这个品牌的一个销售量来讲 其实在去年来讲 它在中国还有北美市场 反而是卖的非常非常好 所以造就了他们整个品牌 有一个性能部门的一个销售的高峰 而且在俄罗斯 韩国还成长了60% 所以是非常厉害 所以之后的 我觉得之后的一些 不管是M Power也好 M Performance也好 之后大家的 推出一些新车款 都非常值得期待 真的耶 所以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 会跟着Logo而走 我们看到既BMW还有Volceweiger 他们更新了原厂的厂徽之后 接下来KIA也有全新的 企业识别的厂徽 而且今年下半年 台湾就可以看得到了 这个KIA的新的识别徽 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存在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这几年 好像蛮多品牌都进行厂徽 去年就两个陆续更新 福斯汽车 然后Nissan BMW都换了一下 但是大概就是样式 可能有点亮光变平光的 那种感觉 那KIA这次的 它的Logo的变换 其实就非常的大 也有人说 以这个字样来说 KIA KIA 那你换到这样的时候 我远看 好像是KN 是KN没错 对就会有一点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于对这个品牌的了解度 不是那么高的 的人看到的时候 辨识度比较不高 辨识度 对但是我不得不说 我觉得比较有设计感 也比较好看一点点 但是KIA这一次换标这个新闻 其实它有蛮多的一些意义在里面 首先其实对于他们品牌来说 他们觉得认为 你看其实连他的slogan都换了 以前是比较偏向打响品牌价值 现在可能对于他的品牌位置有到了之后 他们觉得动力的部分 或是驾程的体验 会是这个品牌经营的主要的方向 当然对于官方的说法来说是这样 他们甚至还举办了非常热闹的换标的party 有用什么无人机写下金饰记录 所以其实弄得很盛大 官方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但是我认为对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是 KIA虽然立处于现代集团 但是他其实是比较主打年轻化 以及运动感一点点的品牌 稍微有一些区隔的 虽然两个品牌有非常多共用的零件 动力等等 不过KIA在这个logo换掉之后 其实我觉得也是象征他一个新的时代 包含电动车的市场 其实如果我们以台湾市场来看的话 KIA我觉得从这一次的Sorrento的大改款之后 包含今年会上市的Carnival 这些车型你把他过往的产品一字弹开 我认为真的是不同世代的车 那其实他细分市场做的也非常的不错 不论是小型的CUV 或是微型车 其实他的不管是各个集聚的产品力 价格的定位 甚至我们过去说 MASTA好像有一点在往豪华品牌走的趋势 其实KIA我刚刚讲的两台大型车 他的用料他的质感 真的已经不输豪华品牌 也算是一个新的 可以说他身份吗 开始的一个象征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换品牌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